好 喜欢吃牛肉丸吗 小心吃到的是猪肉 这是人气火锅店 以此挂羊头卖狗肉 手工牛肉丸里头竟然掺了猪肉 要是穆斯林吃到话该怎么办呢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 刘盈璇来告诉我们 盈璇 是的 主播 日前有民众到知名连锁火锅店消费 那吃到牛肉丸的时候 觉得牛肉的味道不够重 那之后抽查五个连锁火锅店的牛肉丸 后发现居然都有掺杂猪肉的成分 有的猪肉成分居然还有高达59.6% 让消费者觉得被收骗 还有穆斯林的消费者 是大骂这个业者太不道德 那其中三家业者已经承诺或下架 或是换供应厂商 因为牛肉的价位太高 许多业者都会拿猪肉来充当牛肉 有律师指出这个业者的行为 已经算是诈欺罪 恐怕会面临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是依食品卫生管理法 最高可以罚到600万元 将现场交换给主播 然后将现场交换给主播